白宫称中国对美光采取的行动不会破坏两国关系 路透社以此为题 报道称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当地时间24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美国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会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做出回应 他一边指责中方举措 一边又称白宫正在与中国政府沟通 报道称科比当天对记者声称 即期发表联合声明后不久 中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对美光公司采取措施 显然是企图破坏极其国家反对经济胁迫的强硬立场 他称白宫正在与中国政府直接沟通 预计关于美光公司的争端不会破坏白宫 为与中国建立更富有成效的关系所做的努力 这种自说自话的信号美方此前已释放多次 此前美西方多次抹黑中国 对所谓中国搞经济胁迫表示担忧 中方也已多次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日在记者会上说 中方有关部门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产品的网络安全审查 是依法实施的 决定是基于事实做出的 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 不排斥任何国家的技术和产品 他还说反观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将1200多个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各种清单 实施各种限制 这才是经济胁迫 这才是不可接受 路德社还报道称 对于中美关系可比称 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 会有起起伏伏 黄盛顿不会在看到中国的不当行为时 坐视不管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他应该或将会或正在破坏 为陆氏总统所说的重新开放沟通渠道 做出更大努力 此前几天 美国总统拜登放风称 美中关系应该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善 路透社报道称 科比称 美方仍继续努力推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 我们将试着看看我们能否在未来几个月内 开展更有成效的接触 就在科比发表这番言论之前 美国政府已多次放风 希望安排布林肯等美国官员访华 拜登本月21日在日本广岛参加即期峰会期间 还对记者放风称 预计美中关系应该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善 对此毛宁22日在记者会上说 中美之间保持着必要沟通 但是美方如果一边说要沟通 一边不择手段打压遏制中国 对中方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 这样的沟通诚意和意义合在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有关非法单边制裁 已向美方表明严正立场 美方应立即撤销制裁 采取实际行动为对话沟通 扫清障碍 营造氛围 创造有利条件 他还说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对华政治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